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鳳華 早上來到香港公園巡視票站 對於有選民質疑 一人兩票的投票方式較為複雜 而當局的宣傳信息又不足夠 可能會令到廢票大增 鳳華就說一人兩票的投票方法 其實已經很清晰 相信不會影響到投票率 我們現在見到很多宣傳 已經宣傳了一人兩票的安排 其實就是一人有兩張票 每張票給一個提 這個信息我在近期 自己都說了很多 也都聽到很多在傳媒 或者其他宣傳渠道 傳遞了這個信息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安排 我相信是大家都明白的 鳳華又說選管會 至今已經接到多宗選舉投訴 當中主要是有關選舉廣告的問題 可能今次是選情緊湊 但是我也呼籲一些候選人 一定要按法例和選舉指引的規定 來擺放選舉廣告 他又說選管會如果接到投訴 會按程序處理 又呼籲候選人要遵守規定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陳詠三不道 都不帶著選擇 也可以選擇 谢谢大家